经!台湾女星迪英18岁儿子扬言发动校园枪击!美国被捕!迪英无耳澄清,那只是万圣节道具! 美国宾州一名来自台湾的18岁交换学生孙安佐,恩托桑尹,音译,传出阴阳言在5月1日涉及学校遭逮捕,且经传该名学生竟然是艺人迪英,孙鹏的18岁独生子孙华,消息曝光后,迪英出面带子澄清,那些被警察找到的东西,只是万圣节道具! 台湾赴美宾州18岁交换学生孙安佐,因扬言在5月1日设计他所就读的邦纳普伦德加斯特天主教高中,班尔和Prendergast Catholic High School,遭到逮捕,以10万美元,约291.43万元台币,交保! 预计下月11日开庭 据自由时报报道,孙华曾透过电脑搜寻如何购买AK-47GAR-15两种步枪,上个月还曾带一枚大口径子弹到学校,甚至向同学吹嘘正计划屠杀他的高中同学们 而警方在孙华的房间找到一件军用防弹背心,可携带子弹的背包,加装瞄准器的强力十字弓及七支弓箭,可用于AK-47GAR-15的支架,二十发九厘米子弹等可疑物品 孙鹏在脸书扑出全服武装的男子照,称我 此前,迪英去年8月才在脸书发文,心碎喊儿子要出国脸书让他感到相当痛苦,第一次感受到人的心怎么会这么痛,整个心好像被掏空一样,不料短短半年时间,儿子竟闯下大祸,震惊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